你好,我是林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林斌说,今天这期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工具,这两个工具可以让你的确带GPT比别人好用一百倍 我们知道确带GPT的一个模型训练内容的知识,它的截止时间点是在2021年以前 也就是确带GPT对2021年以后的事情并不太清楚 所以当我们要用确带GPT去了解一些最新的新闻的时候,或者最新的一些信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确带GPT可以说是瘫痪了,它没有办法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工具,就可以有效地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使用这个插件,可以让确带GPT进行联网查询,也就摆脱了它知识库的时间限制 我们可以用确带GPT结合这个工具,查询2021年以后的事情 这样将能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和简便性,并且让我们的确带GPT变得更强大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来看一下这个工具的卢山珍面目 这款工具的名称叫WebChatGPT,它是一个Column的插件 我们可以在Column的扩展程序里面 点击这个应用商店 搜索WebChatGPT 找到这个插件以后,点这边添加到浏览器里面 添加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插件打开 OK,我们回到这个TrackGPT的一个聊天界面 可以看到我现在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它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我们安装完插件,我们再来看一下界面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下面多了一排操作 我们分别来讲一下这个操作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代表是开启这个插件,还是关闭这个插件 如果是开启这个插件,那么它可以在网络进行一些搜索 针对我们的问题去网上找答案 并且提供给TrackGPT作为参考 然后最终加工出来我们所想要的答案 这个参数所代表的意思是在网上搜索几条内容 来供TrackGPT参考 那这个的话是搜索的一个时间周期 是搜索所有时间的网上内容 还是过去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的 可以做一些筛选 这个参数代表的意思是选择地区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全球 也可以选择中国或者相应的一些国家 都可以进行选择 最后这个是这个插件的一个提示词设置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设置页看一下 它默认的话是有两个提示词 那这个是针对中文输出的 这个是针对英文输出的 这里面所代表的意思 其实也是这个插件的一个核心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说在网上搜索结果 根据这些链接 这边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网址 第二个的话是截止时间 那这个第三个是答案 有这三个参数 这一串英文所代表的就是prompt 它是要求QualGBT根据网上搜索的这些结果 给出问题的一个全面答案 并且要在答案的后面写上这个答案的序号来源 跟这个答案来源的网址 如果答案来源于多个网址 请为每个主题写出单独的答案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prompt 那么QualGBT就是根据这个指令 去处理加工网上所搜索出来的内容 然后根据我们的问题 给我们总结出来一个答案 好 那这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个技术原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自己想要的一个提示 那比如说我这边添加了一个中文的提示 同样的话也是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的prompt 我需要去的gpt 根据我所提供的一些网站内容来解答我的问题 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些格式和要求 那这个参数是网上的一些搜索结果 这个参数的话是当前的一个日期 这三个变量的话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填写的 这个插件在后台会自动帮我们去执行 我们只要输入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聊天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装的插件跟没装插件 它有什么区别 装完插件 它是不是更好用 能不能帮我们找到2021年以后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演示一下 那现在我先把这个插件关闭 我们来问他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事情 就是硅谷银行破产 因为这个是在2023年3月份发生的事情 那么默认状态下这个确谷GPT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问他这个硅谷银行是不是真的破产了 他告诉我们的答案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硅谷银行没有宣布破产的消息 这个硅谷银行还在正常经营 那这个明显是错的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插件打开 然后我们再搜索一下这个同样的问题 我们看硅谷GPT是怎么回答的 好 那么这个是他所给出来的答案 他是说硅谷银行在2023年的3月18号提交了破产申请 那么明显可以看到我们在没有打开这个插件之前 硅谷GPT告诉我们硅谷银行是没有破产的 并且是正常经营的 打开这个插件之后 他就根据网上检索的一些最新信息 然后汇总出来这样一个最新的答案 他是说硅谷银行在2023年3月18号提出了破产申请 那么这个答案是明显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插件的一个实际作用 那我们再来找一个案例来演示一下 这个插件的实用性和兼容性怎么样 我让他来帮我查一些实时的数据 比如说我问他比特币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看他能不能打出来 点发送 这里就可以看到他是说截止到2023年3月21号 一个比特币的价格为27,451美金 那么我们去币安看一下 现在这个比特币的价格是多少 看这个数值能不能堆得上 现在比特币的最新价格是27,846 他给到我们的答案是27,161号 这里面大概相差个几百美金 因为有一定的时间差 他给到的答案是根据我上面这些网址里面包含的信息 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答案 比如说看到这边第一条新闻是coinbase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一个比特币的价格是27,451美金 确实GPT最终给出的答案 他就取之于这个来源 所以这里面的话当我们去查询一些比较精准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 因为它毕竟是根据历史的一些新闻 去检索里面的信息 然后总结出来我们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点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我们去检索一些非常精准的数字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 上面我所演示的就是关于这个插件的一个实际作用 它能拓展出来GPT的一个信息来源 增加它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要用确实GPT去获取 跟总结一些比较新的信息的时候 或者一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插件 去改良我们确实GPT的一个能力 但是这里也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当我们去查询一些非常精准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股票的价格 或者币的价格 一些比较敏感的数据 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那这个所给出的结果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 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再来讲一下 今天要介绍到第二个插件 这个第二个插件的作用的话 是帮我们把跟TrackGPT的一个对话内容 可以实时帮我们保存下来 并且可以导出 这个插件的名字是TrackGPT is Prone的 好 我来讲一下它是怎么安装的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是要在这个谷歌应用商店里面 找到这个油喉插件 TumbleMonkey 然后把它添加到这个拓展程序里面去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在这个插件拓展槽 找到这个油喉的图标 然后点击这个获取新脚本 在这个搜索框里面 搜索这个插件的名字 点击搜索 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我们就点这个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就可以了 我们在油喉里面可以检查一下 当前有哪些在运行的 点击这个管理面板 可以看到这个插件已经安装成功了 OK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聊天界面 只要安装插件之后 可以看到聊天界面 这边会多一个菜单 有一个导出的菜单 导出的菜单的话 这边有几个操作 一个是基本设置 那第二个的话是拷贝 你跟确认GPT一个聊天内容 那这边是截图导出 这个是markdown导出 这个是页面导出 这个是加上文件形式的导出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markdown 文本编辑器的一个形式导出 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点击这个导出 导出完以后 它会有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我用这个编辑器打开 那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和确认GPT的一个对话内容 它已经全部导出来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问硅谷银行破产了吗 然后这个是在没有打开 联网插件的情况下 所搜索出来的一个结果 它是说硅谷银行并没有破产 那第二个的话 我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我问硅谷银行破产了吗 但这个是建立在 我已经打开这个联网插件了 要求确认GPT 根据我搜索出来的一些网页内容 来综合的去总结 来解答我这个问题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它说 3月18号已经申请了破产 那下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关于确认GPT 这个导出插件的一个作用演示 我们在用确认GPT过程当中 结合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插件 会大大提高确认GPT的使用性 并且当我们问到一些 比较好的信息跟内容的时候 那通过这个导出插件 也可以把一些重要信息 进行一键导出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明镜与点点栏目